政壇老將了 這個事情對他來講 太多了 還好啦 他也很清楚這些人的性格 跟他們彼此的交手這麼多年了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剛剛世偉講得非常好 他是我聽了所有評論 蘇貞昌組閣裡頭 國民黨講得最好的 他應該趕快進入立法院 他當隔魁 下面要有國會員 那他要先打敗影片 沒有 現在還沒確定 軍中黨的安排 好 那我先講 從一開始傳出蔡英文 要請蘇貞昌組閣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是好牌 那麼到他確認不確認 我都非常的希望 蘇貞昌能夠幹得好 當然我很清楚就是說 第一個蘇貞昌他的性格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政治人物 我也非常清楚蔡蘇之間 過去的曾經有過的這些關係 我也非常清楚 民進黨裡頭 非常複雜的派系生態 我更清楚 因為接下來 民進黨在這麼弱的處境裡頭 馬上就是大選年了 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 會不會就是一個 配合選舉的內閣 直接把國家預算 拿來做政策買票 這些擔心我都知道 不管是陳水扁或是謝長廷 比起來 他的各方面政治的表現 就目前為止都是比較OK的 他也有經歷過 他曾經當過行政院長 第一個我覺得人生 他也不會預料到 還有這樣子一次機會 回來當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很大 行政院長可以 不要說一年半 半年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三個月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們從2014年太陽花 食安風暴開始 不是小英上台這兩年 我們的政府就很難運轉 所以台灣嚴格說起來 從2014年 就馬總統的任期的後面 就整個是混亂的 蔡英文上台之後這兩年 一塌糊塗 雖然我也知道這是大選年 我剛剛講的這些我都很清楚 但是我還是非常衷心的希望 而且我希望我在這裡 幫台灣的老百姓 我自己也是老百姓之一 我不是代表他們 我是身為老百姓的議員 向要上任的蘇內閣請命 可不可以好好珍惜 人生這麼難得 老天爺天上掉下來 這麼樣的一個任務給你 你也無所求了 也沒有想跟蔡英文爭大位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又有經歷過 你也很熟悉 蔡英文是什麼樣的總統 你也很清楚 台灣的政壇是怎麼回事 蔡英文挑蘇貞昌 當然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 但我們的人生本來就是 永遠在沒有選擇當中做選擇 我真的希望蘇貞昌 能夠珍惜這段時間 幫台灣好好的做一些事情 我真的不騙你 我在政府部門待過 我也在立法院待過 只要你願意 你可以幫老百姓 做很多的事情 再回過頭來 我覺得蘇貞昌 他不會去接蔡英文的副手 你說不可能有蔡舒沛成型的可能 他當時跟謝長廷 那個年紀 跟那個時候的政治處境 跟他現在的年紀 他現在的政治處境是不一樣的 除非賴清德真的很頑固 真的很白目 真的很自私 不願意跟蔡英文配 蔡英文只好就說 考慮了蘇貞昌 就邏輯上 剛剛司剛跟世偉講的 邏輯上我是同意的 但現實上我覺得很難發生 對蘇貞昌來講 我如果是蘇貞昌 我也不能幫他們講 我會想我好好的把我到明年520的 行政院長好好的幹好 比我去跟你選個什麼副手 有意義太多太多了 我去跟你選這副手幹嘛 我好好的把我的行政院長幹好 他好好的把行政院長幹好 百姓之福 對民進黨也好 他只要是一個民調OK 老百姓覺得他很認真 甚至於有政績的院長 就是對民進黨蔡英文最大最大最大的加分了 怎麼求怎麼敗都敗不來的 所以他只要好好把這行政院長幹好就好了 但是我對陳其邁跟林佳龍是有意見 蘇貞昌是非戰之罪 他真的最後一刻不得已出來選的 國民黨在新北市固若金湯 大環境這麼的不好 但是陳其邁跟林佳龍就不是非戰之罪了 尤其是林佳龍 你這個時候出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說 或許待會世間可以講不一樣的原因 我們看報紙的 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不放心蘇貞昌 所以我要派個陳其邁 在旁邊看管他 在旁邊當潤滑記 這叫做行政院副院長 這麼大的一個位子 就考慮就是說 兼軍 平衡 林佳龍 林佳龍說為什麼現在 遲遲還不願意接的時候 因為我們家游錫昌為什麼不是院長 對不對 如果游錫昌不是院長 是蘇貞昌可以幹 為什麼游錫昌不能幹 那游錫昌不能幹 就內閣都看不到我們政國會 全面抵制的意思 等一下國中神吵架 所以說蔡英文 我當然很清楚知道 陳其邁 林佳龍 因為年紀的關係 跟蔡英文 他們年紀沒有像 最尷尬的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進也不對 退也不對 他的處境是最尷尬 他們兩個不尷尬 跟鄭文 蔡英文一樣 就希望蔡英文好好執政完了之後 他們再來接辦就好了 所以他們跟蔡英文的關係 也都很好 他們其實是兩面的關係 本來的貶系或本來的遊戲 他們也跟蔡英文的關係非常好 蔡英文跟林佳龍關係也非常好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是 是相信林佳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院長 跟重要的交通部長 這兩個位子不是蘇貞昌決定的 是蔡英文的意思 但我是很有意見 你們兩個才剛剛敗選 我覺得人都需要沉澱一下 還是說 這敗選了之後 反而賦予他更大的責任 更重的責任 這兩個人氣最近不錯 這是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但是我覺得 因為是民進黨中央執政 這是蔡英文的權利 我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麼 也希望他們好好的做 蘇貞昌當然也會面臨說 隔員是聽他的 還是聽蔡英文的 但既然是僵是老的辣 既然本來環境就不會 什麼事情都事事如意 什麼都這麼好做 我們去做就好了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做行政院長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我說實在話 真的 我還是很希望 哪怕短暖的半年或三個月 只要能夠做出一些成績來 都是百姓之福 所以其他的 我們講了半天 反正蔡英文也不會聽我的 他也不會聽我們的 我們可以講 搞不好覺得鄭英文講這樣 我就趕快不要這樣做比較好 但我只是希望 衷心希望 蘇貞昌好好幹點事 不會 立文 其實剛才立文前半段的 他前半段的祝福真的很好 前半段的那些祝福 我聽得很感動 即便 那是黃鼠狼給雞拜年 我們也很樂意接受 你不把立文當柯匹老嗎 我們也很樂意接受 前半段的祝福很好 可是後半段的評論 立文 你這個就有一點 太主觀的成見 後半段的語中心腸 前面後面都是我的真心話 因為像林佳龍選出 是因為他背了黑鍋 台東火力發電廠 空屋的黑鍋 那個是黑鍋 像陳吉邁更是 陳吉邁一個黨內黑鍋 這我就不提 在遇到對手又是這樣寒流 我們社會集體的苦悶 需要寒流來紓解的時候 所以其實他們兩位 也都是非戰之罪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 是很幸福的 為什麼 你看大家這麼不同的意見 這麼對立 爭鋒相對 結果我們台灣 這十幾二十年來 完全民主化以後 即便疊疊撞撞 我們也是在疊疊撞撞當中 前進 而且是進步當中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 天佑台灣 真的 你這對我們大家也滿感動的 民主政治就是願選服輸 選贏的你就好好接種 選輸的你就好好感動 我不會去講說 他們是敗選者聯盟 我反而身為一個新北市民 我又很高興 我們的老縣長 我們的警院長 現在又回鍋了 雖然說你有跟媒體朋友講說 你不會入閣 但是你可以組閣 你今天組閣了之後 那我就要看一下了 過去擔任台北縣長 然後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你口口聲聲說要讓台北縣升格 結果你沒有做到 你說你要到中央去爭取 然後讓中央的統籌分配稅款 能夠讓我們全國人口最多的 這一個就有的台北縣 能夠預算增加 你也沒有做 好了 現在是不是 老天爺再給你一次機會 現在你回鍋做院長的時候 你在選舉的時候 滔滔不絕的提出的一個政見 我現在做一個新北市民 我要看 你今天如果在新北市 當內市長的時候 你的權限是比較小 你現在到中央做執政的時候 全力是一把抓 那這樣子我要呼籲 我們這個蘇貞昌院長 你對於新北市 每年的統籌分配稅款 少了100多億你要不要給 還有你在選舉期間 你所提出的65歲以上 老人假牙的一個政策 你本來是講新北市 現在可不可以落實到全國 還有這個都更的一個議題 你現在做行政院長 你是不是能夠讓 這個修法的動作 能夠到內政部營建署 到立法院能夠趕快讓他通過 再來還有你所說的 這個新北市民所說的垃圾處理費 你要把他垃圾帶的一個費用 給你降低 那你是不是能夠針對 新北市的一個分配稅 這個垃圾處理費能夠補助 還有最重要的板橋這一個 親子體驗博物館 你經常說新北市政府沒在做 但是這個權限 這一個地是中央的 現在全部的一個 這個行政跟這個權力 都在你中央 那你要不要做 好了 那我們看了 還有捷運環狀線的北環段南環段 這一個前瞻預算的一個基礎建設 人家說會好 自己不好 好出兵 我們自己顧用的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蘇老縣長 你現在做營業長 回鍋你把它做好 如果做得好的話 真的 不要講說什麼蔡賴沛 沒有機會了 沒有機會 為什麼 今天如果說他們過完年之後 民進黨能夠讓蔡英文總統 能夠提名連任 那他找的副手 如果做得好的時候 真的是像斯剛所說的 是蔡蘇沛 為什麼 做不好的時候 賴清德也沒自己配 對不對 蘇貞昌不會節省 對 如果做得好的時候 也沒你戴清德的分 是不是 所以說你說蔡賴沛的一個情分 我們可以看2008年 復命 你說蘇貞昌不可能 2008年 謝長廷跟蘇貞昌 逗得流血流血 改變 結果他們獨派的黨內的一個意見 那個時候2008年還不是謝蘇貝 所以說要怎麼不定 但是他絕對撿出機三變老名 這一次一定會做得比上一次 還要有聲有色 你說陳其曼很好 韓國瑜市長也說 你到中央期的時候 你這個橋頭科學工業園區 甚至於高雄負債這麼多 你是不是能夠讓中央的 這一個統籌分子修改 甚至於補助 也能夠讓高雄益助一下 林佳龍市長 你也一樣 在台中市你講說這一個三首線 盧秀燕市長的說不夠錢 你現在是不是也要幫忙一下 如果能夠爭取預算 能夠益助地方 回饋地方富老鄉親的一個期待 甚至於對於市長他們來講 我會覺得這是人民之福 所以說我講說 我不會講拜選者聯盟 我會給他們表達 深切的一個祝福 我相信不管如何 不管中央你是綠的 地方是藍的 如果說大家都能夠 拋棄選舉的這些成見的話 你能夠讓中間 在中央的時候 把你在地方選舉的那個 發表政見的一個構想 那個魄力能夠拿出來 然後大量的挹注 地方的一個建設 這一年多我相信老百姓 會是老百姓之福 不會讓人家講說 是藍綠惡鬥 然後又讓世界議員 最大的這一個不滿意者 柯文哲 看笑話 說藍綠都怎麼樣 我會覺得講說從這一局 我們是祝福的 我們是祝福的 柯文哲 疲惡